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一跟他们谢谢说 谢谢你们在我们的嘉义市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做了很大贡献 三位马上说 市长 这一次嘉义市是没有淹水的 我想他们的三个可以验证 我都在场在看 我为什么要特别邀请嘉义市的三位 公民团体的成员来介绍呢 其实台湾有两个过去被视为二线城市 其实都翻转了 一个是新竹市 一个嘉义市 过去还是省霞市 我记得那时候林阳港先生把他当省霞市 因为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 造成林阳港后来失事 如果按照上礼拜 这个郑培文的消息跟赵守吴先生论述 所以嘉义跟新竹 他有他非常奥妙的地方自治史的转折 然后我就来看 这一天有个新闻说 新竹市的消费 包括收入都已经超过 台北新北台高的都费了 可见这个新竹市它已经不断的改变 嘉义市亦然 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就是 过去往往被视为二线甚至三线的嘉义市 我们看看当地的公民团体 怎么来着手重新打造新的文化创业 我们就先请这个公投 卓越胸请你坐泡地请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嘉义这个城市 应该大家的既定印象就是 阿里山的小火车 然后还有就是火鸡肉饭 然后再来就是文化路的夜市 我想这是大家对嘉义很重要的一些既定的印象 那嘉义本身它很特别 就是说它可能在 像台中有它很现代城市的一个想象 那包括像台南有一个古都的一个氛围 不过嘉义通常都是好像一个被路过的城市 包括高铁 就从台中就会直接路过到台南这个地方 不过嘉义最近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在发生 就是说虽然这个城市 你看在台湾里面最红的 这个小小的点其实是嘉义 所以它区域非常的小 所以它有一个优势是说 它其实不是主流的一个都会区的目光 但是它也很适合 因为它没有被大家关注 所以它很适合去做创新的一个实验 变成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城市 所以今天刚好有就是邀请两位好朋友一起来 那包括像在这个城市里面 除了社区有很多慢慢在复苏的一些能量跟创意之外 包括最大的几个发电机 就是在我们文化创意园区 九亿那这边在分享传统创新的部分 那在软剧团这边在表演艺术 也是非常当代在推动的很重要的一个能量 那在台湾铁学校就针对当代的一个生活 怎么跟年轻人跟当地的生活去共处 去成为一个城市在创意很重要的一个发电的基盘 那所以今天就是会邀请两个好朋友 一起来分享这些内容 周一兄 我再请教三位之前我要请 你们是在地的嘉义市市民 还是外地来到嘉义落地深耕 三位 你们一介绍 我是在地嘉义人 我是在地嘉义人 对 在地嘉义人 小姐 我不是 你不是 你从哪里到 永和 台北永和 永和 对 那那个 我是从 就是以前台南高雄到处跑 现在就定居在嘉义 好 也就是有两位是外地人 有台北市 新北的永和 高雄台南 然后落地嘉义 那当然第三位赵谦是在地嘉义人 我们来看一段 由这个嘉义文化冲研期所提供的 冲集剧场 这个冲 是燕冲的冲 好 我要请教执行长 嘉义文化创业园区 玉行小姐 刚刚我看到市长要特别跟你自卸说 原来是外地人 永和人来落成的嘉义市民 为什么要入籍于嘉义 然后有所发挥 一定有道理 来请 我想大家其实都知道 台湾有很多的文创园区 对 但是可能不知道嘉义 其实就有一个文创园区 就在嘉义火车站旁边 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 我们叫做冲集剧场 对不对 那其实它就是 有没有我们看到有这个烟囱 这个烟囱 其实嘉义园区 它是台湾第一个产高良久的酒厂 现在大家在讲高粱都是想到金高 但是其实第一个是从嘉义这边开始 那这个是台湾第一个高粱酒厂 那现在变成所谓的一个文创园区 那其实在我们公司去开始接这样一个案子之前 其实嘉义它已经 这个园区已经留标留了三次 等于有五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其实嘉义在整个这个台湾的一个文化创业产业园区 其实有将近十年是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范畴里面 那我们再继续看 就是大家就在讲说 嘉义 嘉义其实它的人口数其实并不算太多 可能我们一个板桥或什么 其实都比嘉义时还多 嘉义是我们人口数大约其实是不到三十万人 那另外的话它的族群组成其实也很不一样 大家讲到说文创园区文创园区 园区里面我们常常会想到是什么 可能是二十到三十五岁左右的这样一个文青 但是其实在嘉义我们这样的族群其实并不算是最主要的 但是它有什么 它有很多是注重小朋友生活跟教育的爸爸妈妈 跟包括像愿意去尝试这样一个文化的体验的部分的年长者 所以其实园区我们在做整个一个族群的设定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看到跟在我们台北华山或在高雄柏二其实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包括我们在园区里面会看到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以亲子体验为主 跟包括像全家大小都可以来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部分 园区其实我们有非常多是跟包括像在地政府 然后我们也跟包括嘉义大学跟很多的一些育成的一些部分 有一些创新的一些串联的部分 再来其实文化部对于所谓的一个文创园区 台湾五个大的文创园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定位 在嘉义的定位叫做什么 叫做传统艺术创新中心 当初我们开始接这样一个案子之前也在很苦恼的一个思考说 台湾其实我们在宜兰已经有一个传绎中心了 那我们在嘉义可以做什么 对那我们提出了几个大的四个大的一个论述 第一个我刚刚讲到说这是台湾第一个高粱酒厂 所以它是老厂房 我们它有全台湾最多的一个旧的机具还留在这个园区里面 我们找了什么多媒体跟新的艺术家 包括我们在图面上看到这个 这是年轻的艺术家他来到这样一个旧酒厂里面 他去在县地去做县地创作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我们大的一个主轴是什么 名家的作品跟所谓的一个新秀的创意 有传统的跟新的创意 其实它是同时的在这边做一个对话的部分 再来传统生活的一个美学 怎么样遇见当代的一个所谓 现在大家讲maker 创客文化 我们在图面上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现在还是国宝级的一个布袋系的一个彩绘的大师 陈明山老师那陈明山老师他就在嘉义县的西口巷 那其实在嘉义我们走在巷道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 哇传统艺术他并不是离我们非常远 遥不可及 他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是最可贵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传统艺术创新 其实我们让这样一个旧的酒厂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文创园区 我想这也是一个传统艺术创新的一个模式 没想到郁琴小姐身长的口条那么好 那么楼梯清楚 非常难得 我向观众朋友报告 因为 其实我们每天的政论节目都是预排两到三个礼拜 为什么是安排呢 就是希望雨潭能提供他们的提纲 你看各位看看我手上的提纲都非常多 不是一张纸而已 或是我放在我头脑里面 第二我们现在提供像很多资讯包括影片 因此我们都 其实这是我们制作上非常严格的要求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就第一次对观众讲 如果我主持不好 或我们雨潭能准备资料不好 我觉得对不起大家有罪恶感 于是我们就严格要求 发现到不管是县市首长或是内阁部长来自雨潭能 任何不管公民团体 大家都有所准备而来 这就对了 所以这次的情况我才觉得 我再贼掉了 这都道理一样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们不是临时就可以插队 都是一排两到三个礼拜 我们再来看一段非常精彩的影片 草草戏剧节 我们这个节目可不是草草就开始了 但是他们有个草草戏剧节 我觉得草草戏剧节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人跟人相遇的地方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一群人一起完成一件事 那个力量是好巨大的 今天也蛮特别的就是说 不只有在地 我们也想办法让我们走远一点 我们也把日本的朋友啊 马来西亚的朋友啊 过去我们台湾现在其实已经慢慢迈向一个新移民社会嘛 所以我们这次也邀了那个印尼的武术团队来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社会上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我们在草草戏剧节里面 我们可以促进这些不同面向的人 在这个地方相遇啊彼此了解 很少市集有这么大的腹地 然后有这么丰富的节目 可以跟市集去做结合 那我们这边就会觉得还蛮适合小朋友来玩一整天 在这边不管吃中餐 然后看活动休息一下 继续逛市集 这样一整天的活动下来 其实我觉得会非常的舒适 就是我觉得草草戏剧节的这个舞台 我觉得很特别一件事情 我并没有规定谁一定能上一定不能上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 选一些出一些功课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可以在舞台上能够证明自己 或是做到自己 所以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这个舞台不叫是 让他们接触戏剧的第一步 让他们知道其实演戏没有这么难 其实每个人都有想说话的欲望 而只是我提供一个舞台 我们短剧团提供一个舞台 让他们可以站上舞台说他们想说的话 很有趣 每次我在这个节目访谈一些创意文化创意 戏剧音乐的话 我们的观众 有一群观众是最特殊的 主要是在今天的欧洲的瑞典 德国 法国 分别介绍他们的信息 他们会说 这些国家就是文化立国 甚至他们说 是宪政价值下的文化国 法国 德国 瑞典都有这个观念 我们有宪政下的法治国 但是我们有像德法这两个龙头国家 宪政架构下的文化国吗 我下礼拜也邀请在云林县 推动新美学运动 新台湾壁画团队的商议方老师 他这次也参与云林县长选举 他也做一个助选者 还担任总干事 他说提出文化立宪 我说那请你来谈 我只希望在选举的时候 有人提到文化立宪 软剧团叫团 团长 向他报告 你所作所为 我知道你是北义大的电影导演组 出生的嘛 对 薛导演 好 请 刚在跟胡大哥在聊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是土生土长嘉义人 那大概一直到18岁 离开嘉义故乡为止 大概都是待在嘉义这个小城 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 是青少年的时候 其实会很没有自信 我们也会开玩笑说 自己就住在文化沙漠里面 那其实真的是到了都会 大都市里面去读书之后 看了很多表演 就自己在想说 我自己是读戏剧的 那为什么我自己不来做做看 那所以软剧团其实是在 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底下 就开始 像我们 我们第一个演出的海报 根本就是 我们自己拿那个麦克笔 就画在那种A4纸上面 然后把那个剧名时间地点写上去 这是我们历史第一张海报 那也没有排练场 那我们一开始演出的场地 都是在那种嘉义的 那种废弃的军用乐台 然后也有在那种老式的民宅 那其实是在一种 我觉得是很单纯的热情 就觉得说 我想在这里试着做做看一点事情 我们开始的自己的脚步 那也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在调整 那一个嘉义的剧团 我们希望说嘉义这座城市 能够有一个由嘉义人自给自足 长出来的表演艺术团队 那它应该要有什么的面貌 那我想软剧团叫软 台语软嘛 就是我们的意思 我们觉得剧场里面 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希望说 属于嘉义的这个剧团 是跟人民同在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也开办了草草戏剧节 这是一个每年三月会在 我们嘉义举办的一个艺术节 它结合了青少年戏剧 结合了户外的电影 那很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知道这几年 我们在推公民的艺术教育 其实一些比较不是大度会的地方 失职是很缺乏的 那我们自己就跳下来做 我们自己也带我们嘉义的孩子 做用表演艺术做教育 那也带青少年 他们自己用生命故事 完成一个很正式的售票的作品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艺术节里面 邀请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有国内的 有国外的 来到我们嘉义 来可能就在很漂亮 很舒服的春天的草地上 然后表演给我们的民众看 那我们也有一个计划是 就到嘉义比较偏远的地方 包括国中国小 就是去表演给 可能平常没有机会 看到表演艺术的小朋友 去表演给他们看 那除了说就是这一些比较 我觉得推广型以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嘉义嘛 大家听到嘉义会想到 这是一个很庶民 庶民感很强的地方 那我是一个第三代外省人 但是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 在学校跟同学玩 我自己学会讲台语 那我们自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好像随着时代在进步 可是台语它越来越 好像走到一个 有点辛苦的处境 那我们就在想说 也许我们自己戏剧人 我们可以来推动一些运动 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台语学回来 所以软具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在嘉义 那我们很坚持 每一年要做台语的戏剧 那比如说我们也改西方的经典 我们改过莎士比亚的 《仲夏夜之梦》 我们把它里面的这四对恋人 就全部莎士比亚讲台语 那也把就是西方的这些经典 移植到了台湾的这些文化 给它做一个 就是台湾人来说 你进到剧场看 你会完全觉得 没有隔阂的一个诠释 那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经典 就是透过剧团的台语剧 我们希望介绍给嘉义的民众看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戏剧 真的就是慢慢把 这个台语的年轻人的认同感 来做一些累积 把它做回来 莎士比亚讲台语 让我想起莎士比亚讲日语 黑泽民电影 最经典 每一部都经典 他还把马克白 把李尔王都改编了 他变成全世界最知名导演 我们难得赵先兄是学电影导演 然后郁星校也是学美术 然后这个哲学兄是学社会教育 你说说田野教育 都是学友专长 但是他们不是在学院派里面 不是在北台都费 办公室 冷气房 而是走入民间 我要大大鼓励他们 本周一我们透过新北诗研 郑宇恩小姐的介绍 我们邀请一批科技新创业者来谈 比如说我们APP 那停车就科技新创 反应特别好 我都知道说 这是台湾电视评论节目 一个最重大的走向 把国民团体的创新 文化创意 怎么用好的表决方式 包括我连续的 每周都会邀请 第一次参选 现实议员证来讲 不然没有人会找他们 你讲 很多人说 有人看 不要担心 广告满檔 受视力很高 非常清楚 我很有把握 这就是一个 新的社会正面能量 我不走负面情绪 我想哲学医生 我们的共同原因就是 你正在进行 创意实验的ING 来 英文吉祥 其实现在在嘉一 有很多的年轻人 都想要回来 不过我们就在思考说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年轻人他就 长期受到 就是在温室里面 很像被 就是被保护过度了 然后很多事情 都会绑手绑脚 很多框架 他都不敢去试 尤其是男生 都想说做这个 也会不会赚钱 当兵完这样 会不会被笑 所以反而就是 丧失了很多实验的 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因为我们现在自己 立足在嘉一的旧监狱 算是全台湾 现在唯一 现在保存下来的 一个国定谷基 我们就在想说 以前的监狱 是在做更生人 现在我们怎么样 透过一个越狱的计划 让年轻人可以重新 找回到他的自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 接近100年的旧监狱 这之前还没有修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就是有 放射性的牢房 就在这个区域 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整个工作站 就进驻在旁边的 日式宿舍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是试着 带着一群的年轻人 然后去思考说 在当地的一个 怎么样有当代的一个生活 然后还有旧监狱 它的一个文本 跟牧业的文化 在嘉一这边的牧都 牧业的文化 我们去找到土地的自信 然后也去找到新的伙伴 在这个区域 可以有些共生 所以像年轻人 其实也像在 田野学校这边工作的年轻人 其实从劳动 然后一起生活 其实就在想说 怎么样去做一个 越狱的行动 就是去打破这个框架 不是真的去逃狱 而是说去打破那个框架 然后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去生活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展开了这个 越狱的行动 就是它本来在监狱里面 这个围墙的一个铁幕 我们怎么解放成 像一日受刑人的生活体验 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更生的生活 其实是很苦的 比如说在围墙里面 包括它的 有一些劳逸的作业 都是带着链条 所以以前长辈都会听到那边 其实都有一些铁链的声音 在马路上这边拖行 现在我们就带着年轻人 一起去做劳动 但是他不用被关在围墙里面 以前在监狱的 受刑人 其实他本身有一些是杂役的工作 是像折金纸 或者去排这些铜板的印刷 现在年轻人 他可以去做创意 所以有可以从 以前的杂役的作业 到现在是一个共学 还有一些共族的一些方式 然后让大家可以找回 这些团队的一个感觉 像这两坪的劳房里面 其实大概就要关 有十个受刑人 现在我们就透过 集体劳动的方式 然后去变成像团队合作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团队精神 把它找回来 所以希望从以前的更生 到现在变成是一个 共生的一个生活 让大家可以有一些 共同的新的可能性 转型成新的生活的 体验的一个基地 包括把一些废弃的材料 怎么变成创新的绿沙发 跟艺术品 让青年可以在嘉义 成为一个育成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部分是 我们天然学校在嘉义 目前也在努力的部分 非常好 哲学兄所说的 乐意计划让我想起曼德拉 我们知道南非前总统 这个开创者曼德拉 曾经拜监狱 被白人政权关了25年 他后来因为政治因素被特色 他走出监狱那天告诉自己 他在回忆中这样写 如果我心里带着怨恨仇恨嫉妒 各种负面情绪走出监狱 哪怕我在外面 在自由的天地 我能来被关在心之牢笼 讲太好了 我们台湾人是 仍然在心之牢笼吗 还继续用在选举 或政治或电视评论 鼓动仇恨 或是嫉妒的情绪吗 其其以为不可 大家看看他们所从事的乐意计划 我们等一下当然会放 这个八家匠之前 也会放马克白 有中西不同古典 有东洋有西洋的 我们先来看一段当代版的八家匠 到处理局 优优独播剧场 你能复杂跌る 手れて响 在简直下 在体制击 不契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应该全台湾应该还没有园区 就是直接真的把家长找到园区里面 来做这样一个新春的一个祈福 我想来跟大家聊一下说 其实在嘉义我们在做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 无论是园区或者是任何的一个产业 或任何的一个活动的话 我觉得因地制宜是很重要的 因地制宜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跟在地去做沟通跟对话 所以我刚刚其实前一段有提到说 嘉义我们有很多的什么 有很多注重小朋友教育的爸爸妈妈 跟包括年长者的部分 所以其实在园区里面 我想在嘉义相对于可能是 比较都会型的一个城市里面 我们可能更多了一点 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可能性 为什么 可能相对于租金比较低一点 或生活的一个部分 其实可能消费比较不那么高 但是大家多了一些尝试的机会 包括我们这边 其实是我们进驻的团队 他尝试把什么 他尝试把这样子一个 在地的一个布袋系的一个部分 交给小朋友 但他用什么方式 他用英文教小朋友 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布袋系 那为什么要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是有期待说 未来可能经过这样一直发酵 两年三年之后 有外国的朋友想要来台湾 认识台湾的文化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嘉义文创园区 它是一个可能性 那下来这边的话 这也是我们一个进驻团队 叫放学 他在教小朋友 教小朋友实际的去看完绘本 听完故事之后 去做可能小的烘培 或者是画画的部分 我们看到很多两三岁的小朋友 他自己开始去捏面团 跟爸爸妈妈讲说 妈妈 我做藕银给你吃 那在我们这边看到 像这个其实就是回应到 刚刚讲传统艺术的部分 另外其实嘉义还有很多族群是什么 很多的新移民 新移民的部分 所以包括印尼的这样一个开灾节 其实我们也在这样子 每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不同的族群 其实在嘉义这边 它是有呈现不同的一个可能性 那再来讲第二个部分 我的一些分享是说 为什么叫从无料到有料 因为其实有很多以前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可能是所谓政府 他可能说免费锁票的一个方式 可能是无料 但是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 展览跟表演的部分 我们在教育这样子说 你其实付比较可能相较于台北或是高雄 比较低廉的一点的一个门票的一个费用 但是你可以去看到这样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 所以我们其实从园区第一年 我们今年是2018年 我们从16年刚开始 16年到现在我们其实还蛮坚持 就是以收费的一个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展验 那其实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过程 其实也慢慢大家这样一个族群也比较能去做接受 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我刚刚提到说 以这样子可以接受实验 然后以体验为题 他可以去串联所谓的一个文创人才的一个会圈 我们在园区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区块叫做 我的梦想店 叫梦想店 为什么叫梦想店 因为我们在园区里发现说 哇有好多的可能是百事集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想要百事集 他其实就像游牧民族 今天在云林明天在嘉义 后天在台南 他就这样子在各地去巡回 但是他是希望说他的品牌透过这样一个市集快速的方式 让更多人可以快速的认识他 但是参加市集人 他还是蛮多人希望他可以定点的一个去做经营 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梦想店的一个方式 让这样子参加市集的一个朋友 可以从市集变成是一个小型的开店 快闪店的形式 再变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店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我们第一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卡罗烘焙 那他其实那时候是嘉义大学刚毕业 刚毕业那他这样子的一个咖啡的部分 他现在也自己开了真的自己开了一个咖啡店 再来我这样跳过来好了 这个是左撇子 这个团队很特别 他们是一对从台南白河来的一对姐妹 那从一刚开始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开过店 在园区这边开始去做这样一个梦想店的一个部分 包括现在他已经成长到一个大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干燥花的一个空间 包括现在嘉义讲到干燥花 有很多的店家有很多的 包括空间需要布置 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团队 那另外包括我们其实有在圆区潮市 这样一个叫做文创联合办公室 大家都说Coworking 大家真的没有想到 其实在嘉义我们也真的可以去做 这样一个Coworking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就有的一个材料仓库 隔成每一间都是十平左右的一个大小 让不同的文创业者这样子做进出 我们从第一年只有一刚开始四家 到第一年底到十三家 到现在我们二三四楼 整栋楼都已经有厂商有进来 再来这个就是软具团 团长我们这边也有新家一座 这我等一下就留给团长跟大家聊 那这是我们的一些分享 我每次跟全台湾各地来的公民团体对谈 我就对台湾的未来充满着绝对的信心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看看在地人怎么做 曾经有一个流行雨在去年 我曾经邀请这位关键制的创始者 艳世代讨厌的艳 我当然可以理解 你继续讨厌 怨天尤人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展现了很多政治评论节目 看法改变世界观就改变 与其怨天尤人就看他们 有学美术的 有学教育的 有学电影的 玩几袖子就做就对了 开窗一片天了 看法改变世界观就改变 这叫正面的力量 正向力量 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非常佩服我刚提到了 日本大导演黑泽民先生 他大量把萨斯比亚的戏剧改编了 我刚提到这个马克白 后来拍成电影叫移动的森林 比如说乱 乱成贼子的乱 改编是李尔王 我们今天这个 赵健兄也是改编萨斯比亚的 马克白 台版的光台乌 看看 年轻人 口里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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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都是 无论 叶子 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不通洋 何时都能看 我许为出国 心事指教 寻找我所有教案 何谋努力也许多 我许为出国 心事指教 寻找我所有教养 我许为出国 心事指教 寻找我所有教养 我许为出国 心事指教 熊教授 他每次演戏剧 有一年在台北市中山堂的 官戶厅 就有马克白 就是刚刚所看到的 女巫大合唱 但是他们说 用意大利语唱的 坦白讲我第一次听到 有人把莎士比亚的马克白 用台乌 台乌也会通 这个莎士比亚在地下 有直播天上有时候 哇 愚愿主义 台湾人也在唱 莎士比亚的巫婆的 马克白里面的女巫合唱 刚才赵建兄跟我 特别跟人说 他是剧场导演 不是电影导演 其实一样 剧场电影都是人生如戏 世界就是我的舞台 全世界就是我的舞台 这是莎士比亚说的 好 你怎么把 莎士比亚的全世界舞台 在台湾舞台展现呢 来 赵建 我们这几年 自己有一个心得 就是当你越专注在 自己的文化 你的根之后 其实你的在地特色 长出来的时候 其实反而具有 站上国际舞台的 那一个特性 因为就是 其实走到世界 人家真正好奇的是 你是什么 你有什么 这样 那像我们这几年 几个作品 这是我们改编 莎士比亚的马克白 然后 这是我们今年 我们改编了 台湾文学经典 王真和老师的 架装印牛车 这些都是跟 日本导演 刘三而详的国际合作 那还有包括 我们今年刚从爱丁堡 一岁节回来 那是采访嘉义东石科农 那以及我们移植了一些 台湾本土道教文化的作品 加德妄想 其实都是根基于 我们自己在嘉义 长期的田野调查 然后我们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文化 那其实就是说 这个在地性出来之后 我们反而发现 它的国际性 其实是打开的 那所以陆陆续续的 这几年我们到罗马尼亚 东京 然后到英国爱丁堡 有这些交流的机会 那除了就是自己作品 往外走之后 我们其实也在想 到底自己可以 为自己土地多做一些什么 那这几年 我们自己有一个心得 是我们发现嘉义市 其实非常非常的 需要一个小型的 需要一个剧场的展演空间 过去它大概只有 比较大的音乐厅 这是一个好几百人 八九百人的一个空间 那其实我们嘉义市 是一个小城市 那因此它其实很需要 小型的有创意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年自己 我们自己剧团 成立了一个小剧场 新嘉义座 嘉义座其实是日剧时代 嘉义很重要的一个戏院 现在荒废 我们家一个新 希望它重新在 我们剧场的手里 把它复活 那在这个剧场里面 它我想我们 它是很 希望它是很特别的 所以 我想让这个剧场 它有更多的社区功能 所以我们在嘉义 也办了很多 演出以外的活动 包括 我们也办了演讲 然后也跟社区有结合 那我们还办了一个 台义比赛 台义生变生 就是 有点像板得这样的形式 然后我们邀请那种 奖者来用 那个公共的比赛的形式 来办 是很有趣的形式 那还有很重要 就是说 这几年南部 其实有很多的戏剧人才 但是他们其实缺乏 互相串联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剧场可以扮演 一个整合的角度 我们把南部的 专业的戏剧院校学生 来拉到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展演跟交流 希望说这个剧场 它可以是很人民的 可以是很社区的 可以是很公民的 那 其实在这样做下去之后 我们常常台湾这几年 我们邻近 我们常常会羡慕韩国 韩国这几年 其实是一个文创产业发展的 相当成功的案例 那事实上 看到他们案例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自己的土地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嘉义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为什么呢 就是年轻人 他要发展文化创意 其实很需要的一个地方是 嘉义是一个 还蛮讲物价 OK 物价不会太高 那房租等等 也不会贵的吓死人 那他某种程度上 他又有一种都会型的 这些该有的东西也都有 所以我们自己突然 在做的过程中发现 嘉义其实是一个 非常适合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基地 那所以我们也很积极的 希望说剧团扮演一个 催化剧的角度 那我们有一个大梦 就是说也许我们来一起 让嘉义这座城市 变成一个亚洲的演剧中心 有精彩的艺术家 可以来到嘉义这座城市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可以产出具有世界性的作品 可以走到全世界 我完全同意 刚刚赵千兄所做论述 在地化 就是全球化 有一位受到非常好 台大毕业 然后到清华大学 受到最好的管理学训练 一位 后来他回到他故乡 宜兰县投神镇 又叫彭仁宏先生 上过我节目 他宁愿回去 他故乡住点 所做就跟你们一样 他说陶侠 头神就是整个南洋平原 最早开发城市 如今没落的渔村 只剩下乌石港 但是他重新让社区再造 他特别提个观念 回应你 Global 全球化 Local 在地化 Gloco 既全球又在地 我觉得这个复合姿态 我们还有这种Global 的观念 我刚刚一再提到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这是我非常喜欢看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VBC一个节目 介绍全世界各地文明 他邀请当代英国的 首屈一指的 第一把教育的艺术史大师 叫做Kennies Clark 克拉克爵士 他们是在谈文明进步 他不谈科技创新 他从艺术 美术 摄影 传统音乐 来切入 他觉得已经 齐勉 我们知道VBC也是全球电台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我们要用信念 对台湾来自公民社会的信念 我们先来看一段 也是由这个 疫情所提供的影片 然后我们来请教三位 未来你们怎么深耕 这个嘉义市创业园区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 这个逃城业绩 我家在池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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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池塘边 刚说过了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 台湾公民社会这个区块 我敢这样跨口 在全华人地区 如果包括中国 香港澳门 或是北美洲的华人社区 台湾觉得这一块 是第一把交易的 具有创意十足 充满生命力的 只是媒体 缺乏舞台 平台让人来论事而已 三位你们都已经在嘉义 落地深根 具有全球观点 来 池塘边说 未来要做什么 能够强化台湾的公民社会内涵 请 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 大家都是几个好朋友都各忙各的 其实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们平常在嘉义的时候 就开始去思考说 我们怎么把大家可以串联在一起 不同领域 所以其实我们几个 跟赵谦 跟Joanna也是透过 像我们办一些创意的 像Petro Kutcher的讲座 把大家集结在一起 互相去串联跟认识 那在这个城市里面 会比较偏近 就是比较偏向 有生活感的一个 跨世代的交流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那当然在聚落里面 我们也试着是在这个老房子 有没有办法从一个小的单元 自己开始去构筑 开始去修 那到环境的整理 我们也不用去仰赖 一定要仰赖政府 一定要什么时候找里长 那我们就自己 就年轻人 还是有兴趣的志工 就来为自己的家乡 跟自己的土地来做努力 那当然在努力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共同劳动 共同构筑 也会共同学习 共同分享 那当然过程里面 也会去一起去吃饭 那所以有步骤的去把一个 这个两宫景大的聚落 就一个月一个月去做修复 那是现在在做的一个 推展的部分 那包括当然左邻右舍的 这些邻居 我们也会透过有一些 在地的那个大哥 他会写春联 还是小朋友来这边 做艺术的一些互动 包括年轻人的构筑 就很像一个新形态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会变成一个 新的居住的模式 让大家彼此有一些互信 那最后当然我们是很相信 就是说 嘉义其实他 就不会是只有火鸡肉饭 那也不会是 就是只有夜市 那我们是希望说 这个城市 可不可以不要再被路过 现在其实有很多能量 在这边被发生 那当然我们自己在这边 做生活的聚落的经营跟学习 其实在日本 就有一个地方创生学者的报导 地方创生 它在全球有八个 地方创生的实验基地 包括芬兰 奥地利 意大利跟西班牙 跟葡萄牙 爱尔兰跟苏格兰 台湾旧监狱就是其中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 这些地方虽然它是规模很小 可是却能带给大家 很满的感动 希望嘉义就是好人 好事跟好梦 可以再嘉义 恭喜这次嘉义是没有淹水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地方共生创生 地方共生 原来台湾也是列明其中 这是我们台湾的共同骄傲 郁琴 请 我想从这个是园区的一个空拍图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的位置就在 嘉义火车站的旁边 很多人提到到南部旅行会到哪里 会到经过嘉义 到台南或到其他地方 火车站其实我们 因为我刚好在火车旁边 每天都看到好多好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出了嘉义站 然后马上转台湾好行 或者直接到阿里山 或其他的景点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大家都有经过这一个城市 它但是没有这样实际的走进来 去体验它真的美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整合串点 可以让更多的民众 来欣赏到嘉义的一个美 我们希望嘉义在文史工作者地方 共生创造者 创生 来让嘉义不再被路过的城市 赵鑫 你是在地人 怎么努力打拼 请做结论 我分享一张简报 这是我们八月在 爱丁堡一岁节的演出 然后登上了英国泰晤士堡 最大报的报纸 那我想在台湾过去很多团队到一岁节 能够登上他们指标性的资本媒体 这是很难得的成就 那我想这个原因其实还是回到 就是真的这个作品 它的独特性是出来的 那怎么样把自己的独特性建立之后 再赋予它新的观点 那我想下一个阶段 人剧团我们会努力的 其实是更努力的把自己的传统 把自己的文化学起来 然后学回来 然后我会希望我们更努力的 把更多的年轻人带过来 带回自己的故乡 或者是带到嘉义这个城市 大家一起努力 好 正如我看一个城市的竞选 广告说 不要再做北漂 南部直立就到台北北台公庄 不要做北漂 要做1949中国叫南下干部 南下干部 你们都干部 干部决定一切 在地南下干部 当然他不是共产党 是为台湾人民打拼的 非常难得 我刚好今天这个题目叫做 明治一书 社群王朝明代国家与社会 一般认为明代是一个 中国最专制的社会 但是依照这位普正明 一位汉学大师研究 在专制王朝底端 事实上他还是一个社群社区 他可以去运作相当程度上 当然不相信台湾社会那么自由 但是他透过士绅的阶级 包括很多社会 知识分子运作 还是可以做到了 如果专制时代可以 那公民社会更应该努力 我把这本书特别做一个对照 这叫做社群王朝 明代国家与社会 这本书内涵如下 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南昌墓地案展开 在这个事件中 读书人小地主地方基层官员 中层省籍官员 宦官皇帝登场 作者透过原本安静地 躺在史料里面的历史事件 告诉我们 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皇帝和官僚集团如何运作 地方上的人际关系又是什么运作 地方社群与中央集团的势力是 如何运作 看看嘉义市 人家地方关系 开始在打造一个 不再被路过的城市了 有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做呢 感谢哲岳 玉谦 赵先 非常精彩的解读 鼓鼓大家 谢谢 多谢 h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